古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四五十岁 能够活到七十岁已经算是很长寿了 也因此有了人生七十古来袭的这句话 不过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科技发达加上医疗设备的完善 只要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活到九十岁甚或一百岁其实是有可能的 根据2020年的统计 大马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6.2岁 热灵人口也从6.7%逐渐上升到7% 林法族的福利以及需求也需要被看见 不过如果缺少学习平台或者是伙伴的话 他们很容易失去生活重心或是与社会脱节 不惑生命学院就定期举办了线上工业课程 邀请各界的精英担任讲师 课程除了医疗保健、理财、心灵等 也希望为年长者提供进修平台 透过相互交流找回自我价值 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与举 七十岁后要是能随心所欲 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越举 便能达到人生道德修养发展的最高阶段 76岁的曾荣胜便是个典范例子 他不受年龄束缚 及其学习 如今仍活跃于文字与艺术工作 曾荣胜热爱写作 现为不惑期刊主编 同时主持《非营丽画廊》身兼多职 变得好那个叉子 不当做是你个人的 你就会去努力去变 你认为是应该整个社会的 是整个机构的 整个具体的 杂志内容多元化 以人为本 通过文字传递各国人文风情 每一期到一定有些老故事 那么也有一些很轻松的 包括一些消闲的也有 像这种人家在少数民族 在台湾那些分里 都有写进来 使得这个杂志更加一个多智多彩 不惑期刊由不惑生命学院出版 此学院创立宗旨 是威乐领人士服务 免费提供线上学习平台 邀请老爸老妈来上课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 艺齿的问题了 今天我们要请出我们的 张顺达牙医 来跟我们谈谈 艺齿的种类和必要性 有请我们的张医师 夾牙其实有两个部分 一个呢就是这个粉红色的部分 粉红色的部分呢 我们叫做Makalene 就是它的国民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牙齿 MCO这样子过后 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然后就很高兴 哇 东马的 老爸老妈也可以上课 东海岸的也可以来上课 交通的问题啦等等的 都不成问题了 善用科技方便 让老爸老妈在家 也能学习生活智慧 我们在家退休了 会觉得很多时间很无聊 在家很多很无聊 这个平台可以给我们 提供一个解闷的机会 解闷来让我们解闷 激发我们的听觉 激发我们的那个 地中力 不只是在身体上的学习 身体健康的学习 或者是在思想方面的一些帮助 也给我们知道 在我们情书方面的一些书法 因为他们也有些活动 是能够帮助我们 平静我们的心态 课程编排与乐林议题息息相关 沈欣灵都照顾周到 大校与家是结合了大校的动作 大校的一些运动 然后再加上 瑜伽的呼吸法 分出你的手 吸气 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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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出来 笑出来 学到了 你活到了 这个中间因为我学习了 我懂了 所以它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 它其实是可以有效降低 我们的一些社会上的 这个健康医疗成本这件事情 讲师也百忙抽空 与老爸老妈分享自身专业知识 在这个MCO 在自由网络上 我也很敬佩这些老爸老妈 到这个年纪了 其实还非常的好选 我觉得身为一个亚裔来说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 为社会贡献的一个方法 我们希望能够唤醒大家的注意 怎么样让长辈鼓励他走出去 再跟社会连接 那他会重新找到他的定位 他的力量 他的权责 每一科 我们的长辈 用他的智慧 在没有很多课本的时候 他已经用他的生命历程 去走过的路 所以这些落下的珍珠 我们去采集 然后我们让他互相去撼动 生命的价值在于不断学习成长 滋养各年龄阶层内在知识的渴求 资历利他 麦大爱李婉俊如果从吉隆坡报道 欢迎点击贴文中的链接 收看完整版